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翔 Sony 在台灣時間的2月24日 發表了 2020 上半年的新機 而今天的命名方式則是向自家相機來看齊 再來 Xperia 1、Xperia 10 的後方加上羅馬符號 這樣很明顯就能知道是兩者的後繼機 那麼這款 Xperia 1 II 新一代旗艦 不但延續 21.9 的 4K HDR 螢幕 也同樣採用多鏡頭配置 而當中的硬體規格也有大幅度的升級 不過究竟跟去年的 Xperia 1、Xperia 5 還有哪些差異 我們趕緊進入主題吧! 首先從正面外觀來看看 可以發現到手機的四角 同樣延續防震的風格 同時也保留了對稱的上下邊框 不過上下邊框又再進一步的來縮窄 也因為這樣上方聽筒改成隱藏式設計 讓聽筒完全貼近上邊框 另外在下邊框也縮減了一些 而這些都有助於螢幕佔比再次提升 另外仔細觀察的話還能發現 Xperia 1 II 的底部不具備喇叭 取而代之的是移到下邊框 讓雙喇叭再次回歸到前置的方式 整體來說就像是 Xperia Z2 只是上下邊框縮了許多 接下來轉到手機背面 基本上三款的設計風格一樣相當的簡潔 但可以看到Xperia 1 II 的設計方式 比較貼近Xperia 5 像是主相機、閃光燈以及RGBC IR 感測器 全部都集中在手機背面的左上角 至於 Logo 位置則沒有太大的變化 不過仔細觀察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比方說Xperia 1 II 共採用四鏡頭配置 這比起去年的旗艦都還要多出一顆 另外還可以看到具備蔡司的字樣 至於機身顏色相比上一代要來的少 就有三種色系可以選擇 包含主流的黑色、白色 以及能夠代表 Sony 手機的紫色 再來看到側邊按鍵的設計 可以發現除了一樣具備音量鍵、相機鍵之外 還擁有側邊指紋辨識器 不過跟去年的旗艦機型有一個滿大的差異處 也就是Xperia 1、Xperia 5 的電源鍵跟指紋辨識器 都是分別獨立出來的 不過這次重新將兩項配置給結合起來 回歸到像是過去Xperia Z5 系列那樣 那麼還有一點我認為改變蠻多的 也就是在整體設計上 Xperia 1 II 相較於去年的旗艦都更加的平整 包含像是正反面的玻璃 在邊緣的地方都取消了弧度設計 另外過去在邊框也有做圓弧的修飾 不過Xperia 1 II 也同樣將它平整化 並在邊框的部分加入了鑽石切割處理 整體來說我覺得還滿像是 iPhone 5 的風格 接著看到主要的設計資訊 在尺寸部分也因為採用上 21.9 的螢幕比例 因此整體看起來就會較為修長 不過好處是寬度的部分 如果拿 16.9 螢幕的手機來做對照 Xperia 1 II 大約在 5.2 吋大小左右 以單手來說算是相當好掌握 另外在重量上也維持在 181 克 而從機身尺寸來看算是滿輕的 至於材質同樣由正反面的康寧玻璃 並搭配上鋁合金邊框 防污性部分也一樣擁有 IP65、 IP68 防塵防水 那麼感應器的部分 設物辨識方面雖然採用側邊指紋辨識 但設計上如上述所說的有一些不同 至於其他基本的感應器也都沒有缺少 那麼螢幕顯示方面 Xperia 1 II 相較於 Xperia 1 一樣維持在 6.5 吋的大小 也同樣都搭載上 4K HDR 的 OLED 面板 而其他基本的顯示技術也都差不多 像是具備 X1 影像處理引擎 能夠為影像帶來更細緻的畫質 以及更生動的色彩表現 而導演模式則是具備非常準確的色彩標準 適合用來拍照、錄影 而這次主要新增的是 動態模糊減少的技術 透過分析螢幕上的畫面內容 進而減少模糊跟影格延遲的問題 除了可以達到像是 90Hz 雙新率的效果 相比 90Hz 的螢幕更能減少耗電的問題 接著看到升級最多的主相機 相較於去年旗艦 採用上更多的四鏡頭設計 除了延續廣角、超廣角、長焦配置 還多出了一顆TOF 3D 景深鏡頭 那麼首先看到廣角鏡頭 雖然畫素維持在 1200 萬 但是採用上更帶來 1.7 吋的感光元件 同時也讓單像素面積提升到 1.8 微米 以目前的手機來看相當大 也預計在室內、夜間低光源場景 相比過去能帶來細節更多、照點更少的照片 再來超廣角鏡頭雖然維持在 1200 萬 但是感光元件更大的來到 1.6 吋 並具備 1.4 微米的單像素面積 這比起過去絕對能帶來更結束的畫質 另外更是新增 Dual Pixel 相位對焦技術 以目前的手機來說 超廣角的具備對焦能力是比較少見的 接著看到長焦鏡頭 雖然畫素、光圈、感光元件 都跟過去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在等效焦距方面則拉長到 70 毫米 可以帶來更遠的 3 倍光學變焦能力 那麼最後的第四顆 3D ITOF 景深鏡頭 這顆鏡頭能夠透過紅外線以及接收器的輔助 來計算出紅外線來回所需要的時間 並藉此掃描出 3D 物體景象 而這樣的方式有助於一些應用 Sony 表示它在任何的場景 都能帶來更快速、準確的對焦能力 當然也可能用在人像景深效果的處理 讓人物跟背景的分離效果更加自然 邊緣的破綻也更少 另外未來還可能應用在更多方面 至於其他技術方面 除了採用上更新的影像處理引擎 更是搭載上蔡絲認證的鏡頭 並利用蔡絲鍍膜的技術 讓成像的色彩能夠更加真實 以及減少日照燈光場景中耀光的現象 讓整體成像更加的乾淨 而眼睛追焦這個部分除了人的眼睛之外 現在動物的眼睛也能夠進行追蹤對焦 那麼其他強化的部分主要是在 自動對焦自動曝光技術上來做加強 甚至將每秒能夠連拍10張照片的速度 提升到每秒20張 同時每秒自動對焦自動曝光的計算能力 也從30次進步到60次 這有助於提升照片明暗的準確度 以及避免對焦失誤造成照片模糊 另外在功能方面 則讓相機拍攝上朝著更專業的路線前進 這次Xperia 1 II 參考了Alpha相機 並帶來更豐富的Photo Pro拍攝介面 能夠更直覺的來調整相機中的參數 比方說相機模式、快門秒數、曝光補償 焦距、白平衡等等 而之後軟體更新後 也能夠直接輸出跟編輯原始的弱檔 這對於有後置需求的朋友都會更方便 那麼在錄影方面 最高解析度雖然維持在4K 但影格則提升到60fps 能夠帶來更柔順的畫面效果 不過從官方的消息來看 似乎不具備960fps超級慢動作 規格上僅有標示120fps慢動作 再來其他部分則一樣延續前代配置 不過Cinema Pro的介面只有一些改變 像是新增觸控對焦、手動測光 與白平衡調整等項目 除了讓操作更加方便多元之外 還加入了智慧風切過濾的技術 可以減少噪音跟風切聲的干擾 讓音效錄製更清晰 另外影格除了原有的24fps、30fps之外 還可以選擇25fps以及60fps 接著看到前相機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一樣搭載800萬畫素、2.0光圈的前鏡頭 也同樣具備肖像自拍的功能 能夠用來調整景深、柔幅等效果 那麼在錄影部分一樣支援五軸的數位防手震 而在音訊部分 Xperia 1 II 雖然同樣搭載雙喇叭配置 但採取的方式是以前置為主 因此相較於去年旗艦採用的聽筒結合底部喇叭 在聽覺上會感到更加的平衡一些 同時還支援360 Reality Audio 技術 透過指定的音樂以及娛樂平台上聽音樂時 無論是藉由手機的雙喇叭還是耳機 都可以帶來像是家庭劇院般的聽覺體驗 另外除了同樣支援Hi-Res高解析音樂 也導入最新的DS-11 Ultimate 數位音質還原技術 能夠運用AI自動優化音訊頻率以及位元率 讓每個音軌都能接近Hi-Res高解析音質 至於其他方面 Xperia 1 II 更是重新加回 3.5mm 耳機孔 這對於有在使用有線耳機的朋友都會更方便 最後看到硬體的部分 Xperia 1 II 採用上 Android 10 系統 並搭載高通 2020 旗艦處理器 S865 在效能部分相較於 S850 CPU、GPU 效能都可以提升 25% 而 AI 效能則是提升 2 倍 不過以目前來看無論是 S865、S85 玩 3D 大型遊戲都是沒有問題的 順暢度表現預計也都會非常不錯 不過 S865 還擁有Snapdragon Elite Gaming 技術 能夠強化遊戲方面的表現 另外在遊戲增強器中也有新增全新的功能 像是支援 Competition Set 專注模式 能夠停止相機鍵、側面感應、自動亮度的功能 藉此來減少玩遊戲時被打擾的機會 而 Sony 也表示相比去年的旗艦 Xperia 1 II 的螢幕反應時間也有所提升 能夠帶來更柔順的遊戲體驗 再來其他硬體方面 Xperia 1 II 終於跟上市場主流的配置 包含記憶體提升到 8GB 儲存空間也增加到 256GB 但以旗艦手機來說 配置越頂尖越有競爭力 但以目前來說 6GB 還是非常夠用的 另外相比記憶體跟儲存空間的升級 我覺得續航應該是最有感的 Xperia 1 II 將電池容量提升到 4000 mAh 預計續航成績將會進步非常多 另外也同樣支援 PD 快充 預計 30 分鐘可以充滿高達 50% 的電量 同時無線充電也回歸了 讓使用者能夠透過不同的方式來進行充電 接著簡單帶過連結 較大的差異則是 Wi-Fi 以及藍牙 無線網路部分還支援 Wi-Fi 6 的規格 如果搭配相對應的設備以及網路 將可以帶來更快速的連線速度 而藍牙則是提升到 5.1 版本 主要是加入了循向功能 也就是說可以更精準的來偵測藍牙裝置的位置 讓誤差範圍減少到只有幾公分 比方說用來尋找藍牙耳機 或者是用在室內的導覽、路線引導等等 不過這都需要跟槍對應的裝置進行配合 至於通訊部分 Xperia 1 II 為首款支援 5G 通訊能力的 Sony 手機 如果當地的電信已經有提供 5G 服務 那麼網路速度將會大幅度提升 而雖然可惜的是頻段上不支援高頻段毫米波 但目前全球主流是以Sup 6 頻段為主 所以這一點是比較不用擔心的 目前 Xperia 1 II 預計在 2020 年初末上市 而建議售價則要等到官方公布 那麼擁有 Xperia 1、Xperia 5 的朋友該不該升級? 老實說以目前來看 我覺得升級的必要性不大 雖然相機硬體有提升許多 但考慮到性能、相機表現都不差 建議可以再等等 那如果是三款手機該怎麼挑選呢? 如果沒有預算上的限制 就直接挑選最新款的 Xperia 1 II 所以相機硬體更好 也彌補過去不足的地方 像是前置雙喇叭、3.5mm 耳機孔、無線充電 還有最重要的大電量 但如果有預算上的考量 Xperia 1、Xperia 5 目前都來到更便宜的價位 現在算是非常值得入手的時間點 那麼以上的資訊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最後你們看完影片介紹後 你會選擇哪一款手機呢? 趕緊在右上方投個票吧! 還有別忘了在影片底下 分享你選擇的原因唷! MING PAO CANADA